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是为射方世界诸菩萨众而发的 那么这里的重要的是 我我明这 跟前面是一个意思 我说的很多了 真立身法 什么叫立身 这个身是指的生死 立身就是一般讲的 疗生死出三界 这个叫立身法 法是方法 课施 佛在其他经论里面所说 立身死法是什么 方法虽然多 礼是一个 决定要断尽私烦恼 尽私烦恼不断 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个事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就难了 现在这个社会 中国外国 有几个人 能够断尽私烦恼 所以古大德讲得好 如果离开净土法门 在我们这个时代 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度 这个话讲得绝不过分 原因在哪里 没有能力断尽私烦恼 我们幸运地 遇到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 不需要断尽私烦恼 但是要服尽私烦恼 服什么 把尽私烦恼控制住 这比断 那要容易太多了 我们一般人 可以做得到 就怕你不肯干 你真正肯干 是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法门叫 万修万人去 如果说断烦恼了 那我们就未必可靠 说服烦恼了 我们还有指望 我们把它控制住 像这个佛陀在十三夜道经上 教给我们 昼夜 常念 思维 观察 善法 这是一个控制烦恼的方法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五 不要去想他的不善处 不要去想他 更不可以将别人的不善处 放在心上 那你就错了 大错特错了 常常想一切人四五 的善处 养成自己一个 纯善之心 我们的烦恼 自然就控制住 控制烦恼 往生就有把握了 我们念佛 功夫就得利了 功夫成片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至于 你要念多少时间 你才能成片 那完全看你 福烦恼 功夫了 你要能够在 很短的时间 就把你的烦恼 控制住了 你短时期 就能够得 功夫成片 得功夫成片 就能够 代业 往生 功夫成片里面 好的 他也分 三倍九瓶 上三瓶 可以自在 往生 也就是说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一点挂爱 都没有 功夫成片里面 上三瓶 就有这个能力 可以自在 往生 不一定要等 我们这个寿命到 等寿命到 如果你的寿命长 这个世间 受苦受难 你还要受好多 功夫成熟之后 可以不要再受这些苦难 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 是可以做得到的